主席先生 中方对刚刚副主表决的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 这一立场基于事实 基于法律 基于良知 基于正义 也基于来自全世界 特别是阿拉伯国家的强烈呼声 大家都记得 上周三一项聚焦巴以冲突人道局势 强盗保护平民 得到绝大多数阿拉伯国成员支持的决议草案 由于遭到否决而未能通过 美国在周六傍晚提出一项新的决议草案 这项草案 抛开各成员既有共识 纳入许多尚存重大分歧 远远超出人道繁愁的内容 中国俄罗斯 阿联酋巴西等多个成员 对案文提出了修改意见 但提案国 无视各方重大关切 仅对决议作出象征性改动 即将决议草案一栏 推动案例会进行表决 从内容上看 这一草案严重失衡 混淆了基本是非 从做法上看 这一草案匆匆出台 缺乏应有的共识 从效果上看 这一草案没有反映全世界关于停火指战 等最强烈的呼声 无助于解决问题 基于此 这一草案显然不具备获得通过的条件 主席先生 中方绝不是反对 阿里会采取行动 相反一直强烈呼吁阿里会 发挥负责任作用 我们反对的是 决议草案在停火指战 这一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上 回避躲闪 始终不能用清晰明确的语言 呼吁立即实现停火 此时此刻 停火绝不只是外交语言 而意味着更多平民的生与死 一向在战与河 生与死的问题上 含混不清的阿里会决议 是不负责任的 也是极端危险的 这无异于为更大规模军事行动铺路 为战争进一步升级 打开绿灯 中方绝不是对伤害平民的行为 无动于宗 相反 我们在第一时间 强烈谴责一切 针对平民的暴力和袭击 呼吁开展外交努力 推动人质早日获释 我们反对的是 决议草案没有要求当事方 停止无差别 不对称的用武行动 没有要求彻查阿和利医院 遭袭的恶性事件 这种对国际法的选择性适用 与双重标准 只会将更多无辜平民 推向生死边缘 中方绝不是对 加沙民众的苦难 莫不关心 相反 一支强烈呼吁开辟救援通道 确保人道准入 避免更大人道灾难 我们反对的是 决议草案选择性回避当前 加沙人道危机的根源性问题 没有敦促以色列解除对加沙的全面封锁 撤销加沙北部疏散令 这种避重就轻 扬汤止沸的做法 只能让加沙 加速陷入更大人道灾难 中方绝不是否认 以色列的安全关切 相反 一直强烈主张 同等重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双方的安全关切和合法权利 我们反对的是 决议草案试图建立一种 关于巴以问题新的叙事 忽视巴勒斯坦领土 长期被占领的事实 回避巴勒斯坦人民 独立建国的根本问题 更加需要警惕的是 决议草案背离联合国 以往决议精神 植入文明对抗 战争武力正当化的危险逻辑 一旦得逞 将彻底葬送两国方案实现的前景 让巴勒斯坦人民和 以色列人民陷入仇恨 与对抗的恶性循环 也是基于上述理由 中方将对俄罗斯提出的决议草案 投赞成票 主席先生 中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没有私利 只要有利于和平 中方都坚定支持 只要有助于巴以和解 中方都尽力而为 巴以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 中方积极主张安理会尽快就巴以局势 采取有意义的行动 做出有约束力的决定 我们也强调安理会的行动和决定 必须尊重历史事实 必须把握正确方向 必须体现应有的责任 也担当确保经得起道义和良知的检验 我们也继续同安理会成员和国际社会一道 为停火指战 保护平民 避免更大人道灾难 和实现巴勒斯坦问题 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发挥负责任建设性作用 谢谢主席 快来订阅通知 按旁边小铃铛 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 如果有什么想说的 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